他认为网红似乎成了大众公审的象征 他进一步说道 我承担不起 并选择放下网红身份 将自己的立场线缩在个人的层面 网红凤梨 吴红义 于过去高雄刺青师雕博案中 曾站出来为好友雕博发声 然而 案情大翻转 凤梨反遭网友炮轰 他的过去诈欺违禁药物前科被重新挖出 此情况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 对此 凤梨公开坦诚自己的前科 但坚决否认曾让前女友堕胎的传言 他在7月31日的直播中 向公众说明自己的立场 并在14分钟的直播中两度鞠躬道歉 凤梨在回应连日风波中表示 他认为网红似乎成了大众公审的象征 他进一步说道 我承担不起 并选择放下网红身份 将自己的立场线缩在个人的层面 凤梨在7月31日晚间的直播中回应说 他因为曾经在直播中使用粗笔语言 引起外界对他的不良社会观感 对此他深表迁疑 他也表示对于他去保姆家丢鸡蛋 撒明纸的行为 当时他只是希望为朋友发声 站出来为朋友抱不平 他尊重司法判决 如果他的行为影响到保姆一家 他愿意向他们道歉 凤梨还指出 尽管他现在成为了重视之地 他依然希望网友可以客观 理性地看待此事 他透露 死亡女童的家属正在申请在意此案 他呼吁公众对此事保持冷静 然而 尽管凤梨公开道歉 蔡姓保姆却表示 他并不接受她的道歉 蔡保姆批评说 他的家被凤梨和其他网友破坏 他失去了保姆工作 现在只能从事清洁工作 以赚取微薄的薪水 他坚称 如果当初凤梨没有在网络上发言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到他家丢鸡蛋 撒明纸 蔡保姆认为 这整个事件中 高雄市社会局应该负责 他认为 作为保姆 需要有良民证 而家长也应提供良民证 他进一步炮轰说 政府单位退得一干二净 我还要跟这些人对簿公堂 对此 高雄市府社会局回应 托育中心会依据家长的托育时间 媒合适合的保姆 过程中不会因为家长的职业 而限制媒合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 请打开启小铃铛